大家肯定都记得2020-2021跨年晚会上的劳模歌手周深 一人分身参加央视、江苏卫视、北京卫视B站四台晚会 成为同时参加大型晚会最多的歌手 四场晚会七首歌曲、首首不同、场场惊艳 可见天籁之声的大热之势 当时曾有歌迷自嘲 自己把电视、手机、笔记本、平板都用上来了 都差点没把周深参加的晚会看过来 之后甚至有人统计过 凡是周深出现的时刻 收视率都是杠杠的 因此可以说周深参加晚会就是收视率的保证 周深能够发展到如此程度绝非容易之事 第三季《中国好声音》是他出道的标志 而参加我们的歌、歌手《当打之年》等音宗 则成为他被更多人认识和认可的重要里程碑 2021年参加创造营2021以导师的身份 见证火热男团Into One的诞生 又是他成长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今年已经累计发布40多首新歌和诸多晚会表演 让我们再次献上发自内心的赞叹 越努力越优秀 随着2020年的即将到来 2021到2022年跨年晚会 已经被各大电视台摆上日程 其中不少知名上新卫视 已被曝光嘉宾名单 其中就有周深的生意 而从已曝光的名单来看 周深基本上已锁定三场晚会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邀约周深参加的三个晚会的情况 北京卫视2022冰雪盛典跨年晚会 虽然周深只是你要嘉宾 但参加的可能性非常高 一则周深去年就参加了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 并演唱了《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 和《荒城渡》两首歌 而今年又参加了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录制 并且演唱了主题曲《光亮》 这首歌曲已经多州高居腾讯有你音乐榜前五 传唱度很高 因此今年几乎可以肯定 周深会参加北京卫视跨年晚会 二江苏卫视2022幸福畅想跨年晚会 此外他现在正以见证观的身份 参加江苏卫视的动漫形象敬演节目 2060 双方关系密切 参加跨年晚会自在意料之中 本次跨年晚会仍在澳门举行 不出意外的话 仍是现场直播 三 B站跨年晚会 周深是B站的晚会常客 去年跨年晚会上连续演唱两首 《赌信一个梦》和《This is me》两首歌 今年再次参加也在情理之中 这次跨年晚会录制时间是12月6号到12月10号 4 其他晚会 依照周深与央视 湖南卫视 东方卫视 和河南卫视的良好关系 今年是不是还有第四场 甚至第五场跨年晚会 我们只能默默等待 其实不管2022跨年晚会中 周深最终参加了几场 我们相信每一场肯定无比精彩 就像大家常说 周深的舞台就是稳 你可以永远相信周深 时间滴答滴答 已经始祝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 2022年即将到来 一切的新的美好也会随之开始